中国有句古话,虎独不食子,这句话是说,再凶猛的老虎也不会把自己的幼崽给吃掉,它用来比喻世人皆有爱护子女的心,然而我们今天故事中的这个女人却颠覆了人们对一个母亲的认知,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震惊了整个英国社会。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五月的频道,我是五月。英国的沃里克郡有一个叫做拉格比的小镇,路易斯·波顿就生长在那里。 1996年出生的路易斯,尽管外星很讨巧,但他的脾气性格却不怎么讨人喜欢。 尽管路易斯生长在一个充满爱心的大家庭中,但由于他偏执的性格,经常被视为家庭中的异类。 有人还注意到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行为异常的暴力,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和堂兄堂弟们对他都很警惕。 还有,路易斯对于家中的小婴儿会表现出特别的厌烦。 在路易斯11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他的母亲沙朗离开了家庭,投入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路易斯的父亲开始独自抚养路易斯和他的两个兄弟姐妹。 遭到亲生母亲的遗弃,这件事情对于路易斯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痛苦的路易斯决定和母亲断绝所有的联系。 母亲在离家后其实多次尝试和孩子们建立联系,别的子女们对此也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抗拒。 但路易斯则选择拒绝与母亲接触。 进入青少年时期的路易斯,行为开始变得更加的不稳定。 他开始专注于对金钱的执着。 他的这些行为也变得让家人为之担心,特别是他的祖母Joy。 每次路易斯来访之后,祖母发现家里会丢东西。 几次过后,祖母非常的生气,指责了路易斯的行为。 但是路易斯的表现更加的激烈。 他坚定地说祖母在污蔑他,并且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登门拜访这个从小照料他长大的祖母。 这实际上是一种小孩子被抓之后恼羞成怒的做法。 祖母本是和自己很亲近的人,平时还经常给家族中的小孩子们派发零钱。 有心理学家分析,当时的路易斯还未成年,他被指责后的恐惧会转化为愤怒。 所以很多时候,青少年采用愤怒作为防御反应时,很有可能是源于恐惧,害怕被抓住,甚至害怕失去家人的爱。 路易斯在16岁时离开了家,开始一种在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生活方式。 滥用酒精,甚至服用违禁品都是他的家常便饭。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越来越离谱。 路易斯成为了一名女性赢者,她与无数的男人交往,她的家人当然越来越担心她与这些男人的关系。 而路易斯则迷恋于从那些或有钱或慷慨的男人那里接受礼物,或者是现金。 她整天沉迷于吸引和取悦那些有权势的男人们,并且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吹嘘她,可以通过卖肉赚取很多的钱。 路易斯的这些行为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尤其是她那个从小生长到大的大家庭。 家人不仅担心她的安全,也担心她将来的出路。 这一年,路易斯的祖母病危,她却拒绝去看望她。 甚至在祖母的最后时刻,她也没有来与之道别。 更加令家人失望的是,路易斯连祖母的葬礼都没有去除夕。 家庭成员对她的这个行为感觉非常的寒心,从而断绝了与她的联系。 从祖母的事情上来看,路易斯可能天生就缺乏同理心。 路易斯很快就怀孕了,并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女儿。 当时的路易斯只有18岁,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 路易斯自己的生计都不稳定,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生活能力方面,她都不足以养活好自己。 更何况是一个新出生的,彻底依赖于大人养育的孩子。 然而在两年后的2016年8月,路易斯的第二个女儿斯嘉丽出生。 日子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去,充满艰辛和挑战。 两年后,作为拥有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路易斯住进了市政厅的扶贫房里。 大女儿现在三岁了,二女儿此刻只有16个月大。 路易斯严格控制他们的父亲克里斯与孩子们接触,这位父亲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小女儿斯嘉丽。 路易斯还告诉克里斯,16个月大的小女儿斯嘉丽根本就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路易斯甚至给斯嘉丽娶了另一个男朋友的姓氏。 克里斯仍然坚定的决心与她的女儿们团聚,包括她最小的女儿。 尽管一再地遭到拒绝,她依然不屑地争取监护权和探视权。 实际上,路易斯和孩子们的生活环境非常的糟糕,一张狭窄且不舒服的床上睡着三母女。 房子只有一个单间,一个卧室,一个客厅和一个小厨房。 路易斯告诉周围的人,她是一个兼职模特儿。 这个头衔其实是她作为性工作者的一个很好的掩护,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她的服务包括将自己的大尺度照片卖给在网上认识她的男人,以获取金钱。 她还会向随机的男人提供不同程度的服务。 她甚至会邀请一些陌生人回到他们母女三人的小空间里做客。 在她和孩子们一起居住的小小空间里,她与各色的陌生男子发生关系。 其实这种生活方式,潜在的危险系处非常的高。 伍玥并不认为性工作者是可耻的,也不希望这段视频让人觉得我们在羞辱他们。 但是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境地,当你选择让陌生男子进入你幼小孩子的生存环境, 就等于将孩子们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之中,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 路易斯除了用自己的名字工作之外,还以棒棒糖的网名为自己招来生意。 英国有一个叫做PurplePod的网站,路易斯在这个网站专门从事她的事业。 2016年8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她和孩子们住在沃尔索尔附近的一所住宅中。 而她的女房东最终看起来比路易斯本人更像两个孩子的母亲。 因为路易斯经常不在家,她会花大量的时间与各种的男人一起参加社交活动。 女房东表示,每周至少有四到五次,路易斯会请房东太太帮忙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 如果房东表示无法照顾,路易斯会转而请别人帮忙。 她也从不耽误于男人们的约会。 该房东太太还表示,她曾目睹路易斯拖着女儿们的胳膊和脚踝在屋子里四处走动。 其实父母对顽皮的孩子们加以管教,也不能说就是不妥。 在普通的家庭中,这些似乎都正常。 但此处的路易斯显然是个特例。 作为一名母亲,路易斯似乎做得有些过分了。 她会让女儿单独在家睡觉,而自己会溜到停在屋外的货车里与一个陌生人发生关系。 2018年1月,三岁的女儿莱克西的身上突然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她似乎得了一种罕见的而且无法治愈的疾病。 反复去了医院几次之后,医生确定她的疾病主要是涉及呼吸困难。 1月2日,路易斯拨打了紧急求助电话。 当医护人员到达时,他们发现三岁的莱克西脸部发紫,貌似已经昏迷了一段时间。 经过奋力的抢救,总算捡回了一条性命。 从业人员怀疑莱克西患有罕见的胸部感染,她之后服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为了挽救莱克西的生命,医生建议路易斯全程陪护,给孩子悉心的照料。 照理说,医院的护士根本就不需要对路易斯叮嘱这样的话语, 因为天底下的母亲在孩子生病后自然都会悉心照料。 但这位母亲看起来很漠然,当她的女儿被送上急救车时,她表现得漠不关心。 一直在通过短信和一名男性客人讨价还价。 到了医院,有护士发现,路易斯居然躲在卫生间里,全神灌注地拍自己的裸照。 很显然照片是发给交友网站上的男人。 当医生和路易斯讨论莱克西的病情时, 她的表现也很迷惑,一副完全不在意的样子。 当时的救护人员还推测说,这是一个可怜的母亲,也许是她工作异常的疲倦吧, 毕竟单亲母亲的日子不会轻松。 时间来到了1月4日,路易斯再次致电紧急服务中心。 她表示自己三岁的女儿在家中昏迷不醒。 到达现场的护理人员震惊地发现, 在妈妈发出紧急呼叫之前,已经昏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她的嘴唇、手指和眼瞼已经发蓝。 后来警察通过调查发现,她发出紧急呼叫前的11分钟。 路易斯还给她的妹妹凯伦发了短信说, 她的女儿们身体有些不适。 当医护人员把莱克西担到医院时, 路易斯这次又是全身贯注地在约会应用程序上给一个男人发短信, 与之商讨卖照片的价格。 医护人员都很尽力,不懈地努力。 小小的女孩不断在害怕和痛苦中哭泣, 但此时的母亲无视女儿寻求安慰的哭声。 莱克西住院4天, 护士们看到这位母亲极其吝啬地表现出任何母性关怀的迹象。 这一次莱克西被诊断为急性呼吸道感染。 当她出院时, 路易斯还不忘于一名值班保安交换了电话号码, 顺利地将其发展成自己的客人。 自此之后,事情开始变得邪恶, 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路易斯的谷歌搜索结果令人生疑。 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搜索, 包括了用强力胶粘住口鼻窒息。 强行堵住鼻子, 你真的会死吗? 溺水后的人多久可以醒来? 人离世后需要多长时间身体才能变冷, 以及人死后发生的五件奇怪的事情。 1月14日, 这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从外面回到家中, 大楼里的监控录像记录了这一家人那晚的行踪。 晚上10点30分左右, 莱克西首先出现在画面当中, 抱着小女儿的路易斯随即出现, 他一边发短信一边走向门口, 这也是三岁的莱克西在人世间最后活着的影像。 此时的路易斯给一个男人发短信抱怨说, 自己的大女儿莱克西身体状况急剧的变化。 路易斯在1月15日凌晨1点之前拨打了999报警电话。 这一次他报告说莱克西没有了呼吸, 但与之前的情况不同, 这一次的路易斯是确保了莱克西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才拨打的报警电话。 医护人员发现莱克西的皮肤冰冷而且苍白, 嘴唇变成了蓝色, 她的身体已经开始僵硬, 而路易斯则显得没有一丝的苦恼, 她没有母亲失去孩子应有了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 她的表现甚至有些令人震惊。 这个女人无视女儿的离世, 她在第二天就在约会程序上 与一名男子火热聊天, 在他们来往的信息中讨论纹身和大尺度的照片, 并且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 她在Meet Me这个应用程序上, 接受了41个交友请求, 还答应了当晚晚些时候与一名男子的约会。 这一切都表明, 她对刚刚离世的孩子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路易斯的妹妹凯伦质问她的行为, 她却辩解说她只是为了她的另一个女儿斯嘉丽而变得坚强。 路易斯的亲生母亲沙伦对自己的女儿的无情行为感到愤怒, 她表示自己听到路易斯在莱克西的葬礼上 与某个男人的视频聊天中大笑不止。 沙伦强烈谴责了路易斯并指出她很邪恶, 这位母亲还批评社会服务部门没有注意到路易斯的失职, 虽然沙朗与这个女儿的关系近乎脱钩, 但这位母亲看到所有的一切, 就一直担心路易斯仅仅16个月的小女儿斯嘉丽的安危。 可惜的是, 这位祖母的关心还是没有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外孙女。 在三岁的莱克西离世后的第18天, 路易斯带着小女儿入住了一家酒店, 这只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交易。 晚上9点50分左右, 路易斯跟她的男伴表示, 小女儿有点不舒服, 便带着孩子离开了酒店。 女儿在车里睡着了, 路易斯则将汽车开到一个加油站进行加油, 之后将车停在一个商店前。 她在晚上10点20分拨打了111电话, 111是英国的一条非紧急服务热线, 她打电话说, 女儿斯嘉丽现在身体不适。 当被问及这是否是紧急情况时, 路易斯回答说不是, 但是当接线员要求她检查女儿的生命体征时, 路易斯说, 女儿没有了呼吸。 随后的法医检测报告显示, 斯嘉丽是被残忍地剥夺了呼吸的资格, 她的脖子上有明显的红色印记, 喉管内有出血现象, 她是被自己的亲生母亲勒死的。 在医院中, 路易斯被一名护士监护, 这是医疗系统中对于悲伤母亲的一种惯例监护, 但该护士注意到, 路易斯并没有任何悲伤的申请。 护士向警方报告了她的疑虑, 警方便立刻展开了调查。 两个女儿的离世仅仅相隔了几周时间, 非常可疑。 法医在报告中写道, 两个孩子他们的呼吸道都是被故意阻塞的。 就在斯嘉丽离世后的几个小时, 这位母亲在自己Snapchat动态中, 张贴了两个女儿的照片, 并配上标题, Rest in Peace。 这个女人应该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人性的母亲, 因为不管你是世界上最慈爱的母亲, 还是世界上最冷酷无情的母亲, 都没有理由在女儿离世后几个小时, 在社交媒体上发Rest in Peace之类的话语。 2018年3月20日, 路易斯最终被捕, 并被指控犯有两项一级谋害罪。 尽管面临如此严重的指控, 路易斯还坚称他是清白的, 并质问警察, 为什么我要谋害我自己的孩子? 案件最终进入了审判阶段, 对他不利的证据是压倒性的。 这个女人一直在为了一己私欲, 在为他的个人私密生活而扫清路障, 两个女儿就是他的绊脚石。 法医报告显示, 女孩们长期缺氧, 脖子周围有勒掐的痕迹, 所有的证据充分而且明晰。 最终路易斯的一级谋害罪成立, 法官判处他终身监禁, 他有可能在服刑32年之后获得假释。 他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的原因很明显, 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过上放荡不羁的生活。 在他的眼中, 两个幼小的生命已经成为他幸福生活的负类。 其实很难以想象, 一个母亲在面对如此可怕的, 针对自己骨肉的罪行时, 还能够如此地冷静和深思熟虑。 有人推断, 他的第二个女儿斯嘉丽, 在她给汽车加油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在后座上遇害了。 路易斯通过大女儿的几次呼叫救护车的经历, 已经胸有成着, 他想在确定斯嘉丽已经死透的情况下才会报警, 所以不妨先加个油。 同时他还不忘给几个男人发短信, 其中的一个短信是发给一个叫做帕特里克的男人, 可以给我的银行账户里达30美元吗? 让我加点油好送女儿去医院, 我会在下周三之前将钱还给你。 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分钟之内, 路易斯又发送了七条消息, 说小女孩身体不适, 并说可能会失去另一个孩子。 在小女儿离世后, 路易斯还试图在网上卖掉女儿们那些鲜艳的衣服。 照片和细节很详尽, 他还给出了一系列的描述, 出售小女孩的衣服, 零到三个月, 九到十二个月的都有, 大约有20磅可以上门取, 也可以送货上门。 这个母亲简直是绝了, 她对已经发生的悲剧丝毫没有感觉, 可以看得出, 她似乎正试图摆脱她对女儿们的任何记忆。 现在两个小女孩已经不在她的生活中, 她还试图将一切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全部抹去。 在维持四个星期的审判中, 女孩的父亲克里斯发表了令人心碎的声明, 说当他们失去莱克西时, 已经很伤心。 而在短短的18天后, 斯嘉丽在传噩耗时, 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他们甚至从未见过斯嘉丽, 这让他们更加的心碎。 围绕路易斯的悲惨事件, 在2020年的2月2日继续上演。 警方发现她的母亲沙朗在自己的家中离世, 家人和亲人们坚信, 沙朗是因为女儿犯下无法形容的罪行, 而遭到内心的谴责, 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此残酷的令人发指的事件中, 有两个无辜的生命逝去, 他们甚至没有机会感受人间的冷暖, 就匆匆解锁了这趟旅程, 只因为他们自私的母亲想要更加自由的私密生活。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和最依赖的人, 却是一个毫无感情的恶魔。 这是多么的悲哀, 让我们花点时间记住莱克西和斯嘉丽这两个美好的名字, 并免怀这两个无辜的小生命。 同时也希望大家对周围的环境都警觉起来, 如果你遇到此类的迹象, 一定要用力发声, 让我们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确保此类悲剧不再往更加糟糕的方向发展, 更不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发声不幸。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大声地说出来, 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 或许就能改变别人一生的命运。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是伍玥, 喜欢讲述人世间的真实故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记点赞订阅哦, 再次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